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李善成是开国的一功臣 可免三次死 朱元璋赐他铁券 转身去杀他一家七十多口 明朝红武三年 朱元璋在开国三年后 终于大封功臣 让人意外的是 徐达并没有成为第一功臣 第一功臣反而是李善成 朱元璋对众人说 善成虽无恨马劳 然事振久 给君时功甚大 这段话出自明史卷一百二十七 所谓无恨马劳 并不是说李善成没有功劳 而是指李善成不在前线 冲锋陷阵 朱元璋认为 李善成跟随自己日久 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 兵源和粮草 功劳很大 当时 朱元璋一次信封了六位公爵 分别是李善成 徐达 长茂 李文忠 冯胜 邓玉 这六位公爵中 只有李善成一个人是文官 而且 李善成的位置在其他五人之上 明史云 十封功者六人 而善成为第一 至此彼之萧和 包称善至 当年 刘邦建立汉朝时 封萧和为第一功臣 朱元璋在给李善成的 封赏诏书上 把李善成比作萧和 赏书上全是一美之词 差点把李善成夸上了天 朱元璋把李善成比作萧和 李善成也以为自己真能比肩萧和 不同的是 汉朝初年 萧和最后凭借自己的智慧善终 而明朝初年 李善成在手握棉死铁券的情况下 被朱元璋图露七十多口 几乎灭门 李善成自摆是定远人 当初 他和朱元璋的相遇 并没有出现龙中队这样的军臣故事 而是很平淡 明史 李善成传记载 太祖略地除阳 擅长营业 知其为李中长者李之 刘长书记 意思是 公元1354年 朱元璋攻打除州的时候 李善成前来主动迎接 朱元璋见李善成是当地德高望重之人 便对他以礼相待 让他担任自己的文书 其实 朱元璋和李善成二人的相互选择 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先说朱元璋 他在一年前加入了郭子星的红金军 因勇猛果敢 很快成为一员猛将 郭子星不仅把一女马氏嫁给朱元璋 更是对朱元璋唯一重任 但是 郭子星的儿子 郭天旭 却对朱元璋百般陷害 郭子星逐渐对朱元璋失去了信任 朱元璋无奈 只得带着24名心腹 离开好州 南下定远 算是自立门户 朱元璋攻打除州的时候 身边都是青一色的武将 根本没有文臣 因此 李善长的到来 让朱元璋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官系统 朱元璋任命李善长为文书 便是基于这个原因 再说李善长 李善长在投奔朱元璋之前 史书只说他 少读书有志计 但并没有记载他有任何功名 要知道 后期加入朱元璋的文臣 不管是刘基 宋莲 朱生等人 他们要么曾在元朝伟官 要么中过进士 李善长此时已经40岁 除了年轻时读过很多书外 别无资本 所以他选择朱元璋 也是在为自己后半生 找一个出路 很多人都贬低过李善长 但小编没有这个意思 我认为 李善长虽然没有功名 但他的能力和见识还是出众的 例如 《名史李善长传》记载 朱元璋在夺取除尊后 有一些迷茫 他问李善长 现在天下大乱 整天都在打仗 什么时候才能过安定的日子呢 李善长回答说 秦乱 汉高岂不一 祸达大度 知人善任 不是杀人 五载成帝业 经元刚纪吻 天下土崩瓦解 功好产 聚佩不远 山川王弃 功当受之 法其所为 天下不足定业 李善长的意思是说 元朝已经分崩理析了 昔日汉高祖刘邦 起于好墨 他知人善任 不乱杀伐 只要你能够效仿刘邦 天下早晚都是你的 朱元璋觉得 李善长的话十分在理 便升任李善长为参谋 接下来 朱元璋在前面功成掠地 李善长则负责帮朱元璋招揽人才 明史云 太祖威名日盛 朱将来归者 善长查其才 言之太祖 必须承认的是 在朱元璋创业初期 李善长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但李善长真正让朱元璋感动 还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 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子兴乃德帅所不归除 称除阳王 师太祖步兵数万人 西归之 奉其号令 居在月月 子兴获禅言 西夺太祖兵 又欲收李善长致麾下 善长替气自诉 不肯行 意思是 朱元璋攻下楚州之后 他的岳父郭子兴 被仇敌孙德雅攻打 在好州待不下去了 不得不收拾残兵败将 来投奔朱元璋 郭子兴对朱元璋有恩 带郭子兴来到楚州 朱元璋对岳父毫无保留 甚至把楚州献给了郭子兴 但郭子兴此人没有主见 他听信谗言 要把朱元璋的兵权全部夺走 不仅如此 郭子兴又看上了朱元璋的 参谋李善长 他劝李善长 改头自己麾下 李善长找到朱元璋哭诉 表示坚决不会离开朱元璋 李善长的做法 让朱元璋感动不已 实在 太祖深已知 此后几年 朱元璋先后遇到 朱生 宋连 刘基 叶琛 张义等民事 他们的能力和才华 或许不比李善长差 但是朱元璋还是最信任李善长 换句话说 朱元璋麾下不乏文臣 但李善长是最早进入朱元璋 内心深处的文臣 先入为主 在文臣范围内 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 始终无人取代 这也是李善长能成为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的原因 1355年郭子兴病逝 朱元璋彻底当家做主 朱元璋攻打河州的时候 几乎清朝而出 只留李善长带着残兵 看守老巢 不料 援军突然来袭 朱元璋得到消息后 大惊失色 因为所有将士的家眷 都在后方 可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朱元璋赶回去 援军就退兵了 明时 李善长转远 援将迭之来袭 设伏败之 太祖以为能 李善长用伏兵击败了援军 让朱元璋感慨不已 可见 李善长有一定的军事能力 李善长在朱元璋麾下 发挥了四大作用 小编为其总结了十二个字 贱人才 定法度 安排性 捕后勤 其实 这四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 贱人才 在李善长的举荐下 宋思妍 李孟耿 郭景祥 胡维雍 等文成 纷纷投奔到朱元璋回下 李善长不仅推荐人才 他还维护同僚 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朱将多子欣顾不取 为景欣服 为汤河听命为景 李善长委屈调户之 意思是 郭子欣去世后 除了汤河以外 其他人对朱元璋不服 朱元璋多次想整治这些人 李善长却从中劝和 劝大家团结一致 第二 定法度 朱元璋认李善长为参谋后 把制定赏罚法度的事情 都交给了李善长 明史云 而军机进退 赏罚张成 多取于善长 这一阶段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最初 朱元璋起兵豪梁 军队管理比较混乱 李善长建议朱元璋 要严格约束下属 否则 朱元璋的军队 就是一群兵匹强盗 朱元璋觉得 李善长说得非常有理 但大家已经习惯了 如何改变呢 明史云 太祖律诸将不几下 乃养怒御制诸法 善长力就得解 在朱元璋攻下阵枪之后 他对属下进行了一次整风 有许多将领管束不了属下 导致祸事频发 朱元璋为了肃清纪律 和李善长合伙演了一出戏 由朱元璋样装发怒 要把这些将领全部军阀处置 然后再由李善长出面求情 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子上 最后说了一句下不为例 然后整肃了军记 可见朱元璋不仅让李善长来制定法度 还借助李善长来执行这些制度 第三 安待性 这一点是李善长最能发挥起价值的地方 明史李善长传对此有很多记载 如 既把采石驱太平 善长欲书榜晋疾士族 城下 即皆知通渠 肃然无感犯者 镇江下 民不知有兵 朱元璋渡江之后 攻下太平 李善长提前和将士们打好招呼 不允许胡作非为 待到入城之后 李善长立即张贴告示 安定民心 最极端的情况是 朱元璋的大军攻下镇江之后 当地的百姓 竟然不知道以军进程了 可见 李善长在安抚百姓方面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李善长在治理百姓方面 也很有一套 明史记载 他却两怀言 立查法治前法 开铁野定于税 李善长将朱元璋所占领的大片土地 治理得井井有条 所以 小编认为 朱元璋能和陈友亮张士成鼎立 自然有他深得民心的一部分 而他的民心 大部分是李善长为他争取的 第四 补后勤 我在本文开篇就引用了朱元璋 评价李善长的话 善长虽无汉马牢 然是镇九 给君时功胜大 所谓给君时 就是指朱元璋在前线打仗 李善长源源不断地在后方为朱元璋提供兵员 兵器 粮草等 李善长虽然不上战场 但若没有李善长在后方统筹供应 朱元璋也很难在前线惊吞四方 朱元璋说李善长有萧何之功 其实并不是抬罪李善长 因为在朱元璋创业初期 李善长的确有大功 李善长不像徐达 用真刀真枪帮朱元璋攻城掠地 李善长也不像刘姬 用自己的经纬之才 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李善长只是一个人在后方 默默为朱元璋做贡献 他兢兢业业 运筹周转埋头苦干 李善长从龙最早 又为朱元璋立下大功 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 李善长的能力到底如何呢 根据前文分析 李善长在处理政务 制定法度等方面 的确是一把好手 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寻奏定六部官制 以官民丧服即朝贺东宫仪 封建诸王 绝赏功臣史无巨细 西伟善长与朱如臣谋意行之 明朝开国之后 朱元璋要制定明朝的官制 礼仪 法律 封赏等条文 这些事情 全部由李善长来落实 这就充分说明了 李善长的政治能力 但是 李善长也有不足之处 以当年的龙湾之战为例 1360年 陈友谅取代徐寿辉之后 沿江而下 攻打朱元璋 陈友谅第一战就轻松攻克 南京尚有的太平 朱元璋大惊 朱元璋麾下的将领 有的甚至提出要投降 当时 刘基给朱元璋出了一个计谋 叫伏兵妖取之 刘基的意思是 陈友谅虽然势大 但他远道而来 朱元璋只要利用地理优势 引陈友谅入瓮 然后用伏兵击杀陈友谅即可 当然 刘基当时没有说这么细 朱元璋后来根据刘基的计谋 派康茂财 把陈友谅引到河道狭窄的龙湾 最终打赢了这场硬仗 也就是说 当刘基说出伏兵妖取之的时候 朱元璋已经全部理解了刘基的话 但是 根据明太祖石鹿记载 李善长在听刘基说出伏兵妖取之的时候 非常困惑 他问道 方亦寇来为忧 何为妖之 意思是 人家都来攻打我们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邀请他呢 很多人喜欢把李善长和刘伯温进行对比 其实 从当时的表现来看 刘伯温和朱元璋二人 对军事形势的理解 明显比李善长要高出一个层次 虽然前文提到 李善长曾设伏兵 打败过援朝军队 但在整体来说 李善长的军事能力远逊色于他的政治才能 小编为什么要引出这个结论呢 下面有用 明朝开国之后 朱元璋立即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 当时徐达正带着成玉春北伐援朝 没有回来参加朱元璋的登基大典 朱元璋摇封徐达为右丞相 要知道 以左为尊 朱元璋是把李善长摆在了徐达的前面 但是 明史徐达传曾记载 太祖称吴王 以达为左相国 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太祖为吴王 拜右相国 意思是 当时朱元璋称吴王时 以徐达为左相国 以李善长为右相国 奇怪的是 朱元璋称背后 却把李善长为左丞相 徐达为右丞 把二人调换了位置 徐达的位置本来比李善长高 朱元璋当了皇帝 为何把李善长的位置提到徐塔之前呢 小编认为 朱元璋这么做 有一个非常隐晦的目的 开国之前 他要用武将来打天下 开国之后 他就要用文臣来压制武将 朱元璋把李善长尊为第一功臣 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因为上文提到过 李善长的军事能力并不卓越 让李善长来当百官之首 朱元璋的皇位 才能做得更加安稳 小编的这一观点 并非诋毁朱元璋 这日帝王权术 是历朝历代帝王都会考虑的事情 所以 红武三年 朱元璋大逢功臣时 当时封了开国六宫 六位公爵 有五位都是武将 只有李善长一个人是文臣 但朱元璋仍然把李善长放在第一位 用一个李善长来压制其他武人 朱元璋这一招十分高明 所以 即使是李善长许打之辈 也不过是皇权下的棋子 这是时代的悲哀 更是封建制度的局限 在封赏李善长时 朱元璋在御旨上说 乃受开国府运 推成首正文成 特进光禄大福 左驻国 太师 中书左丞相 封韩国公 岁禄四千旦 子孙世袭 于铁券 免二死 子免一死 朱元璋封李善长为左丞相 并且担任太子太师 封韩国公 岁禄四千旦 不仅如此 朱元璋还赐给李善长免死铁券 李善长的免死铁券 可以免他自己两次死罪 免李善长之子一次死罪 相当于李善长家族 有三次死罪的豁免权 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 李善长绝对没想到 他们家拥有三次免死机会 最后却付出了七十多口人的代价 民使说 擅长外宽和 内多即刻 意思是 李善长表面上为人宽和 内心却十分刻薄 谁得罪了他 他必定要让人好看 当时 参议李尹斌 杨熙胜等人 因是和李善长发生争执 没多久 李善长便寻找罪名 将他们全部贬出京城 有一次 李善长和刘伯温争论法令 李善长初年骂刘伯温 刘伯温竟然不自安 请告归 吓得要告老还乡 可见 李善长虽然有萧和之功 但和萧和的品格相差太远 因为李善长的人格中 有阴暗的一面 而李善长之死 也正因为如此 洪武十三年 明朝发生了著名的 胡维雍案 宰相胡维雍 因为涉嫌谋逆被杀 朱连三万多人 胡维雍是定远人 当初正是李善长 举荐给朱远章的 而且 胡维雍还和李善长是姻亲 朱远章是个狠辣之人 按照常理 李善长作为胡维雍的引荐人 又有姻亲 必然要被连累 明史记是本末记载 群臣请诸李善长 上约 朕出起兵时 李善长来夜真门 所言多何无意 遂命长书记 暂计划 功成 决已上功 以女与其子 此皆无出起时 骨功心旅 无不忍罪之 其勿问 从这段记载来看 朱远章对李善长 还是不错的 朱远章念计李善长之功 并没有追究李善长之罪 实在 善长如故 不仅如此 朱远章还把告老还乡的李善长 召回京城 重新处理 御史台事务 李善长这一阶段非常活跃 术有所见白 多次向朱远章提建议 直到胡维雍案 爆发五年后 也就是洪武十八年 有人告发李善长之地李存义父子 早就依附了胡维雍 朱远章看在李善长的面子上 并没有杀他们 而是将他们流放到了崇明岛 这时候 李善长做错了一件事 明时李善长转远 善长不谢 弟贤之 意思是 朱远章不杀李善长的弟弟和侄子 李善长竟然没有向朱远章道谢 朱远章因此对李善长有些不满 五年后 李善长77岁 垂垂老矣 这一年 李善长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要从朱远章手里救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丁冰 原来 这一年 朱远章将一批罪犯流放到边疆 李善长突然上奏给朱远章 请求释放一个叫丁冰的亲戚 朱远章对李善长本就有些不满 正愁找不到李善长的错处 现在 李善长平白无故要救一个犯人 这引起了朱远章的注意 朱远章故意不放丁冰 没想到 李善长竟然多次上奏请求 朱远章隐隐觉得 这个叫丁冰的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于是 朱远章立即派人审问丁冰 丁冰扛不住省讯 最终招任 唯拥有反谋 始存亦应说擅长 擅长惊诈曰 尔言何为辙 神尔九族皆灭 已 又是擅长故人杨文玉说之云 事成等以淮西地封为王 擅长惊不许 然颇心动 唯拥乃自网说擅长 由不许 居久之 唯拥肤浅存亦尽说 擅长探约 无老已 无死 如等自为之 这段话很长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 胡唯拥谋犯之前 曾让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亦 来劝李善长供谋 李善长没有答应 他劝李存亦说 你们可要慎重 这件事一旦败露 是要灭九族的 胡唯拥不死心 又派杨文玉去劝说李善长 并且承诺李善长 事成之后 把淮西之地封给你 李善长很惊讶 虽然人不答应造反 但也有些心动 胡唯拥只得亲自来劝李善长 李善长还是犹豫不决 最后李善长说 我老了 很快就死了 你们好自为之吧 当丁兵的审讯结果 出现在朱元璋的面前时 朱元璋怒火中烧 朱元璋很快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 李善长的弟弟 深度参与了胡唯拥谋逆之事 第二 胡唯拥造反 李善长从开始就知情 第三 李善长虽然不答应一起造反 但他心动过 知情不报已是大罪 再加上亲弟弟参与谋犯 李善长很快便以谋逆罪被抓 明史云 遂并其妻女弟职 家扣七十余人诛之 李善长被杀了 和他一起被杀的 还有其家族七十多人 李善长作为明朝第一功臣 他的家族本有三次免死的机会 只可惜 明朝的免死铁券上明确写道 除谋逆不有 李善长涉嫌谋逆 只有死路一条 铁券成了废铁 人命却是鲜活的 李善长被杀 满朝大臣无一人敢为其喊冤 直到一年后 于布郎中王国庸上奏说 善长与陛下同心 诸万死已取天下 熏臣第一 升封公死封王 南上公主亲戚败官 人臣之分极异 即令玉自徒不轨 尚未可知 意思是 李善长已经是明朝第一功臣了 他生前是公爵 死后肯定会被封王爵 他儿子娶了公主 他的亲人都被封官 已经位及人臣了 他为何要造反呢 即使他帮胡维雍造反成功了 胡维雍难道还能给他更高的待遇吗 很明显王国庸在为李善长 以朱元璋一望的脾气 王国庸早就被处死了 但奇怪的是 明史云 太祖德书 敬意不罪言 竟然没有怪罪王国庸 王国庸的话和朱元璋的反常举动 给后人留下了画饼 从晚明到清朝 不断有人认为 李善长造反 纯属此去乌有 更有人认为 朱元璋杀李善长 就是为了杀功臣 以保设计 那么 朱元璋到底有没有冤枉 李善长呢 小编认为 李善长并不冤枉 理由有三点 第一 朱元璋杀李善长 最重要的罪名是 李善长明知胡为忧谋逆 却知情不报 这已经说明 李善长对朱元璋不忠 要知道 当时李善长的弟弟 也参与了谋逆 若李善长将此事报给朱元璋 不仅他弟弟性命不保 甚至还会连累家族其他人 李善长在进退两难之际 想把这件事掩盖过去 其实是有动机的 况且 李善长并不是无欲无求 至少胡为忧承诺 把怀疾之地都封给李善长时 李善长心动了 第二 纵观明史 朱元璋屠杀功臣 主要发生在太子朱镖去世之后 而李善长死于洪武23年 李善长当时已经77岁 处于半退休状态 并且李善长还是一切文臣 没有兵权 朱元璋若冤杀李善长 除了给自己抹黑外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 若说朱元璋杀李善长 是为了杀功臣 以保射击 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 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在王国用尚书为李善长民冤后 朱元璋虽然没有杀王国用 但他却做了另外一件事 命刑部以肃清逆党事 拨告天下 李善长 胡美 唐圣宗 陆仲亨 废聚 凡二十人 于是 朱元璋下令肃清李善长等二十个逆臣的党域 注意 这二十个人 都是和胡维雍关系密切之人 李善长也不例外 很明显 李善长和胡维雍案还是脱不了关系 综上所述 小编认为 李善长之死并不冤枉 后人之所以说李善长冤枉 有故意诋毁朱元璋之嫌 OK OK 我是客人 我要将这些阚段